在全球现场更多内容把时间交给韩宇 大早安秋象时间最新的消息是看到 土耳其遭遇百年地震后三周 东南部的地区昨天再一次的发生规模5.6地震 又有多栋的房屋倒塌 目前一只一人死亡超过百人受伤 这样在马塔拉省的耶西尤尔镇上 镇上是好几栋的结构脆弱的建筑物是应声倒塌 一度传出一对母女是受困了 妇女受困 不过救援队随后已经将两个人救出 土耳其东南部是在6号的时候 遭遇了7.8的强症袭击 目前土修两国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5万人 土耳其有18.5万座的建筑物是倒塌或是严重的毁损 土国当局表示从2月6号至今 已经有将近1万次的余震 由于是有太多的豆腐渣的大楼是在地震之后倒塌 因此是引发了民怨 土耳其当局是周六的时候宣布拘捕184人 相关的人来救折 那么相关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土耳其的地震现在导致的灾难 不论是豆腐渣工程 还是政府对于灾情的后续处置 其实都是引发当地的民众强烈不满 就有足球迷昨天在观赛的期间 从观众席上面是将上千只的爱心娃娃丢到了场上 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场面是相当惊人 感觉CN报道 土耳其的贝希克塔斯的这个足球队是和安塔利亚足球队昨天在伊斯坦堡举行了赛事 而在开赛之后的4分17秒暂停 以纪念在2月6号凌晨4点17分发生的大地震 接着场边的球迷他们是纷纷将手中的玩偶丢到了场内 数量是多到如玩偶雨般降下 而这些田冲娃娃将会由贝希克塔队送往给当地的灾区来给他们的儿童 那么接着今天的国际小点是转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刚满周年 根据消息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丁预计将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美国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迈考尔他26号接受美国的广播公司访问时 他直言大陆现在正在考虑运送100架的无人机到俄罗斯 而且美方也有情资显示中方正在向俄方采购所有的能源 要在经济上是支持俄罗斯 迈考尔他直言习近平下周将访俄罗斯就是要和普丁见面 面对面的讨论此事 俄国战争满一周年之后呢 其实世界各国对于战争都是明显的表态 而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拜登是快闪基辅提供了5亿美元的军援 接着再加码20亿美元 而继美国总统拜登之后呢 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在当地时间27号也是突袭式的访问基辅 那么时间点呢就是选在俄乌大战一周年过后的几天 而且呢又在宣布与比试12.5亿美元的重大军援 大约是新台币323亿的经济援助 那么这一次呢是美国高级经济官员罕见的进入活跃的战区 用意呢其实就是要表明拜登政府是全力的帮忙乌克兰 维持政府的职能的基本运作 那么其实俄乌开战以来呢 泽伦斯基他多次都面临了暗杀的威胁 外美就发现了美国总统拜登他访屋的期间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的替身是疑似 多次出现在镜头前面 两个人穿着还有身形都是极为的相似 还有媒体是怀疑呢在许多公开场合出现的 泽伦斯基可能呢都不是他本人 而是这名男子 在美国总统拜登访屋期间 媒体捕捉到拜登与泽伦斯基后头 跟着一名男子 不管两人走到哪都紧紧跟随 两个人比一比从穿着 样貌到体型都十分的相似 疑似是总统的替身 甚至还有波兰媒体怀疑在许多公开场合出现的 泽伦斯基可能都不是他本人 而是这名男子 后来证实这名男子其实是泽伦斯基的贴身保镖 在社群平台上的人气相当高 而乌克兰以来 泽伦斯基多次面临暗杀的威胁 就在战争满一周年的同时 泽伦斯基也罕见曝光自己的秘密基地 一张简陋的单人床 为了省电房间永远是暗的 他也大方分享自己的衣柜 大陆国家主席秦近平预计下周会访问俄罗斯 并与总统普丁会面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美中院外委会的主席透露 大陆正考虑运送100架的无人机 以及其他致命武器给俄罗斯当伴手礼 对此大陆严正驳斥 一边却频频散布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虚假信息 借机无端制裁中国企业 这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和双重标准 陆方强调大陆在乌克兰问题上 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美国却不断的拱火 递刀才会导致战事绵延不绝 和平遥遥无奇 记者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